第四,可以补充一些益生菌 那益生菌是可以帮助调理好我们的免疫力的 第五点就是晒足够的太阳 因为晒足够的太阳能帮助你摄取足够的维他命D 那我相信很多人现在都是呆在家 然后很少晒到太阳 那如果长期来讲的话 会导致你缺少维他命D的 那如果你的地方允许的话 每一个星期最少晒三四次 每一次20分钟 那如果地方不允许 然后没有办法一直去晒到太阳的话呢 那你可以确保你从饮食上摄取足够的维他命D 那那些含有高维他命D的食物呢 就包括了鸡蛋啊 去杀还有一些添加了维他命D的食物 就比如说麦片 面包 豆水等等的 第六,要尽量放松心情 不要太紧张 因为当你压力的时候 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些荷尔蒙 然后那些荷尔蒙是会影响到你的免疫力的 好啦,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希望我分享的这六个点有帮助到你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like按赞还有分享出去 那我们在下一个影片会谈谈关于 打疫苗那一天跟打疫苗之后能做什么呢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订阅我 那么下一次我一上传影片的时候 你们就会收到通知了 好啦,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